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靠点 冲转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三个型号 先注意第一问题 冲转计划草案由谁制定 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像第一种情况 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业业事务的 由债务人制定冲转计划草案 但第二种情况 管理人复杂管理财产和业业事务的 由管理人来制定冲转计划草案 简单说谁管着企业 谁就负责制定冲转计划草案 第二条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自人民法院 采定债务人冲转之期 在六个月内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务人会议 提交冲转计划草案 期限届满 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请求 由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 可以采定延期三个月 这是六个月加上三个月 他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为按期提出冲转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 因此采定终止冲转程序 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这个六个月加三个月 这个时间必须记住 类似的问题 前面讲到主板首发股票 照顾说明书中引用的财务报表 它的有效期也是六个月加上三个月 这两个数字需要记住 而且还需要盯住 如果未按期提出冲转计划草案的 人民法院一定要采定中止冲转程序 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再问第三条 重挡计划经人民法院批准后 由债务人执行 得需要清楚 这个重挡计划草案 不管谁制定的 它可以是债务人 也可以是管理人 不管谁制定的 经人民法院批准之后 由债务人执行 这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重挡计划后 以接管财产和业数的管理人 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业数 说当时是由管理人 来负责管理财产和业数 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 移交财产和业数 这是第一个义务 移交的问题 再看第四条 在重挡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 由管理人监督 重挡计划的执行 还有一个监督的义务 这两个义务 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监督 重挡计划的执行 前面讲到 重挡期间的时候 如果是由债务人 自行管理财产和业数 如果自行管理 那么管理人 还是有一个监督的义务 然后看一下表8到3 大家盯住几个问题 第一个 谁负责管理财产和业数 他可以是管理人 也可能是债务人 然后第二个 谁负责制定 重挡计划草案 前面说过 谁管着企业数 谁就负责制定 重挡计划草案 第三个概念 谁负责执行呢 不管谁制定的 是由债务人来执行 然后第四个概念 谁负责监督 监督的话 肯定是由管理人 负责监督 这个表 大家需要清楚 好 现在咱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负责执行 重挡计划的 是什么 谁负责执行呢 债务人 负责执行 选A就可以 再看第四个考点 重挡计划草案的 分组表决 分组表决的问题 八个型号 这是主会考生 必须清楚的考点 像第一个 分组表决 分成几个小组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四个小组 第一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想要担保权的债权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 职工劳动债权 第三 债务人所欠税款 第四 普通债权 分成这四个小组 看一下 这个第二条 重挡计划 不得规定 减免债务人欠缴的 纳入社会统组账户的 社会保险费用 该抢费用的债权人 是不参加分组表决 第三条 人民法院 在必要时 可以决定 在普通债权组中 设小额债权组 对重挡计划草案 进行表决 是在普通债权组中 又设一个小额债权组 但是 是不是设定 小额债权组 由谁决定呢 是由法院来决定 再看第四 根据司法解释三的规定 对重挡计划草案 进行分组表决时 权益 因重挡计划草案 受到调整 或者影响的债权人 或者股东 有权参加表决 就受到影响的 有权参加表决 权益 未受到调整 或者影响的债权人 或者股东 不参加 重挡计划草案的表决 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第五条 这是八个型号的 他说出的人组 对重挡计划草案中 涉及出的人权益调整的事项 进行表决式 怎么去处理 因为正常情况 是分成四个小组 但是呢 如果重挡计划草案中 涉及到股东权益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 就加设一个出的人组 那么出的人组 经表决的时候 他的表决方式 来消清楚 因为呢 这个前面 这四个组 经表决 他用的是 二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二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数 人数的话 要超过半数 然后所代表的债权 要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他是双重标准 同时满足才可以 这是这四个组 但是呢 这个股东这组 进行表决的时候 经参与表决的出的人 所持表决权 三者以上通过的 即为该组 通过重挡计划草案 跟人数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他只看 只看表决权 这个规定 住会连续三年 考案例分析体 今年是不是出题 那是出题老师的选择 站在考生的角度 必须清楚 什么意思呢 说假公司破产 就用破产冲长 他是二十个股东 他说开会的时候 这个出的人组 他出去会议的 出去会议的是八个人 所持的表决权 是百分之六十 对这个事项 进行表决的时候 投赞成票的 那么只有 这个三个 投赞成票 但是呢 投赞成票的 这三个股东 所持的表决权 是百分之四十 他问你 那么 这个能不能通过呢 大家就注意一下 首先找粪母 粪母的话 是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的表决权 就参与表决的出的人 所持的表决权 是百分之六十 这是粪母 然后投赞成票的股东 所持的表决权 百分之四十 正好 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就表示 该组是通过了 冲上计划草案 跟这个人数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把这个例子 需要看多 再看第五个靠底 冲上计划草案的批准 这个靠底 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咱们基础本 会用几分钟 讲一下 当然靠前 你可以选择 战略放弃 先看第一个类型 正常批准 像第一条 出于会议的 统一表决组的债券人 过半数统一 冲上计划草案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券额 占该组 债券总额的三者以上的 指的是呢 在每个小组内部 我们说的正常情况 四个小组 每个小组内部 它是 这个人数 过半数 并且呢 它所代表的债券额 大于等于三者 表示呢 这个组通过了 然后各表决组 均通过 冲上计划草案室 四个表决组 四个都是 都是绿灯 四个组都通过了 这个冲上计划 即未通过 四个都是绿灯 这冲上计划 通过执请 十天内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向人民法院 提出批准 冲上计划的申请 申请人民法院 去批准 但第二条 企业的重整 不仅是 债务减免 和财务调整 重整的重点 是维持企业的 营运价值 人民法院 在审查 冲上计划时 除合法性审查外 还应当审查 其中的经营方案 是否具有可行性 冲上计划中 关于企业 重新获得 盈利能力的 经营方案 具有可行性 表决程序合法 内容不损害 各表决组中 反对者的 清偿利益的 这点没什么毛病 人民法院 应当 则收到申请之期 30天内 裁定批准 冲上计划 计划草案的 该他们去处理 什么意思呢 四个表决组 其中 有三个是绿灯 一个是红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亮红灯的 这一组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通 未通过 重新计划草案的 表决组协商 该表决组 可以在协商后 再表决一次 双方协商的结果 不得损害 其他表决组的利益 未通过 重新计划草案的 表决组 拒绝再次表决 或者再次表决 仍未通过 重新计划草案 总之 有一个组 最终是红灯 但是呢 重新计划草案 符合下列条件的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批准 重新计划草案 就算有一个红灯 当然可以强制批准 当然符合哪些条件 这样第一个 按照重新计划草案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先要担保权的债权 就该特定财产 将获得全额清偿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将获得全额清偿 不能打折 其 以延期清偿 所受到的损失 将得到公平补偿 毕竟晚还了几年 将获得公平补偿 并且其担保权 未受到实质性损害 或者呢 该表结组已经通过 重新计划草案 但是呢 如果当时给的是绿灯 没问题 就算给的是红灯 但是呢 如果满足 将得到全额清查 并且 并且 会得到公平补偿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强制批准 再看一下 这个第二条 按照重新计划草案 职工劳动债权 和债务人所欠税款 将获得全额清查 或者相应表结组 已经通过重新计划草案 注意这一块 只是将获得全额清查 这一块 不涉及到 什么补偿的问题 得到全额清查 它没吃亏 尽管它亮的红灯 但是呢 它会得到全额清查 然后第三 按照重新计划草案 普通债权 所获得的清查比例 不低于其 在重新计划草案 被提醒批准时 依照破产清算程序 所能获得的清查比例 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照清算程序 说清查率是12%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普通债权 这一组 或者当时是绿灯 说就算红灯 但是呢 你获得的清查比例 不低于12%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吃亏 然后第四 重新计划草案 对出的人权益的调整 公平公正 或者出的人赌 应通过重新计划草案 再看一下第五条 重新计划草案 公平对待 统一表决赌的成员 并且所规定的 债权清偿顺序 不违反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第六条 债务人的经营方案 具有可行性 满足这几个条件 就可以强制批准 他人民法院 经审查 认为重新计划草案 符合上述规定的 应当 则收到申请之期 三十天之内 裁定批准 终止 重新计程序 并预计广告 再看第三个类型 未批准 重新计划草案 未获得 债权人会议通过 且未获得 人民法院的 强制批准 或者 债权人会议通过的 重新计划 未获得 人民法院批准的 人民法院 便能采定 终止 重新计程序 并宣告 债务上破产 看到这儿的话 这几个类型 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看一下 表8到4 这五个类型 先看一下 第一关 债权人会议 先看第一种情况 四个表决组 全部都是绿灯 人民法院 也批准了 都是绿灯 这个重新计程序 终止 进入 执行 续决 就可以去执行了 再看第二种情况 四个表决组 都是绿灯 但是人民法院 他没有批准 亮的是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重整程序 终止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经破产清算 就可以 但第三种情况 部分红灯 部分绿灯 但是呢 这个人民法院 强制批准了 这个人民法院 这一块 亮的是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终止 重整程序 进入执行 这种期间 就可以 然后第四种情况 部分绿灯 部分红灯 最终的人民法院 也没有强制批准 这是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重整程序 终止 宣告破产 进行破产清算 就可以 再看第五种情况 如果四个表决组 都是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闭嘴 什么情况下 它可以强制批准呢 必须是 部分红灯 部分绿灯的时候 才可以 如果这四个组 都是红灯 谈不上 强制批准 这时候 这是重整程序 终止 宣告破产 把这个表 稍微琢磨一下 就可以了 再看第四个问题 重整程序 终止的情形 咱们前面讲过 都是什么情况下 这个重整期间 重整期间 是从人民法院 裁定重整之期 到重整程序 终止 这是呢 重整期间 那么什么情况下 这个重整程序 终止 先问第一条 在重整期间 有下列情绪之一的 经管理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 请求 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这样破产 这个发生在 重整期间 第一点 债务人的 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 继续恶化 缺乏挽救的可能性 但第二条 债务人搞事情 有欺诈 恶意减少 债务人财产 或者其他 显著不利于 债权的行为 第三 由于债务人的行为 知识管理人 无法执行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 经管理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 请求 人民法院 也能采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在第二种情况 我们讲过 六个月 加上三个月的问题 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物业案期提出 重整计划草案的 一直出不了草案 人民法院 应该采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然后第三 人民法院 采定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的 批准了 终止 重整程序 并预议公告 进入执行期间 就可以 然后第四 重整计划草案 未获得债权人会议的通过 且未获得 人民法院的 强制批准 或者债权人会议 通过的重整计划 未获得 人民法院批准的 人民法院 应该采定 终止 重整程序 并宣告 招容破产 这个第三条 第四条 咱们前面呢 讲到这个表的时候 曾经讲过 你看一下 重整程序 什么情况 终止 这五种情况 实际上 重整程序 都终止 这个大家 要清楚 再看第五个问题 重整计划 就变更 第一条 债务人应严格执行 重整计划 但因出现 国家政策调整 法律修改变化 等特殊情况 导致 原重整计划 无法执行的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申请 变更 重整计划一次 变更一次 第二点 债权人会议 决议 同意变更 重整计划 应当自决议通过 之期 十天内 提醒人民法院 批准 债权人会议 决议不同意 或者人民法院 不批准 变更申请的 人民法院 经管理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 请求 应当裁定 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这是终止 计划的执行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再看第三条 人民法院 裁定 统议 变更 重整计划 债权人会议通过了 人民法院 统议 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人 或者管理人 应当 在六个月内 提出新的 重整计划 六个月的时间 这需要记住 他说 变更后的 重整计划 应提交给谁 进行表决 应提交给 因重整计划 变更 而遭受 不利影响的 遭受不利影响的 债权人组 和出责人组 进行表决 这个考底 驻快 2021年 曾经考过 案内分析体 再看第六个考底 重整计划的效率 这个考底 三个型号 先看一下 第一条 经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 对债务人 和全体 债权人 均有 约束力 对全体 债权人 不管是 有财政担保的 还是 无财政担保的 都有约束力 但第二条 按照 重整计划 减免的债务 在重整计划 执行 完毕时期 债务人 不再承担 清偿责任 第三 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 连带债务人 所向的权利 不受 重整计划的影响 谈到这个问题 如何理解 例如 A公司 生前 向B银行 借了100万 C的话 是连带保证人 现在A的话 破产 他这块进行的是 破产重整 说根据 这个人民法院 批准的 重整计划 他是呢 拯救三年 三年之后 换 40% 什么叫重整呢 先拯救 看能不能缓过时来 说拯救三年 三年之后 全缓 没问题 说三年之后 换百年四十 总之呢 人民法院批准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 他说经过三年的重整 他如果A A向B 还了40万 咱们不考虑利息 如果还了40万 这个A就解脱了 什么意思呢 按照重整计划 减免的债务 自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时期 债务人 不再承担 情商责任 所以A就解脱了 但是 对这个 剩下的60万 B找C要 行不行呢 这个可以 因为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保证人 所向的权利 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重整 还是和解 不管怎么打折 保证责任 所以保证人 他的保证责任 不打折 所以这个规定 就要清楚了 咱们第四条 债权人 不依照规定 申报债权的 可以继续申报债权 但在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 规定的 公内债权的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 他在这个考点 驻快19年 曾经考过一次 案例分析题 咱们第五条 债务人不能执行 或者不执行 重整计划的 且不符合 重整计划 变更条件的 人民法院 经管理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 请求 应该采定 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并宣告 债务人破绽 但第六条 人民法院 采定终止 重整计划执行的 这个债权人 在重整计划中 做出的 债权调整的承诺 失去效率 但为重整计划的执行 提供的担保 继续有效 债权人 因执行重整计划 所受的清偿 仍然有效 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 作为破产债权 在重整计划执行中 已经接受清偿的债权人 只有在 其他同顺位债权人 同自己所受的清偿 达到同一比例时 才能继续接受破产分配 对第六条 如何理解 咱们上基础班 举个例子 靠钱 不用多管了 例如 说假公司 这个生钱 分别签 ABC 都签100万 而且 ABC 都属于 无财产担保的 债权人 我们看一下 说假公司 进入破产重整 这个 看一下人民法院 他批准的重整计划 是什么呢 是拯救三年 三年之后 换百分之三十 如果换了百分之三十 ABC 就饶了假 有这个承诺 你换了百分之三十 我们就饶了你 但是呢 在冲了计划 执行的时候 这个假公司 又向D 向D的话呢 借三百万 这是执行期间 向D借钱 然后假公司 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了 这个抵押 现在问题是 说这个假呢 还向A 向A 又清偿了十万 刚把这个事干完 突然停电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民法院 采定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终止执行 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进行破产清算 大家盯住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 这个债权人 在重整计划中 他做出的债权调整的 承诺失效 这个承诺失效了 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不能还 百分之三十了 必须 你们还是欠着我们一百万 按照一百万来还钱 这个承诺失去效率 这是第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个判断 这个假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 所做的担保 就将厂房 抵押给这个D银行 注意这个担保 是继续有效的 这个担保有效 然后第三个判断 这个假公司 向A公司清偿的十万 这个是有效的 注意 向A还的十万 有效了 然后第四个判断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 ABC申报债权 那么申报债权的时候 怎么去申报呢 这个B跟C肯定按照一百万 来申报债权 然后A呢 由他向A缓过十万 然后未受清偿的九十万 去申报债权 没问题 然后再看下一个判断 如果题目告诉你 清偿率是百分之十 在这种情况下 ABC分别会分到多少钱 对BC来说分十万 没问题了 然后对A来说 说再分的十万 行不行吗 不行 因为什么 破产法的基本宗旨 是什么呢 要公平的清偿 全体债权人 这个假 像A 清偿的十万 有效 你都拿过十万了 如果再分十万 对BC 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A这块 不能再分的钱了 但如果题目告诉你 说清偿率 如果是百分之十五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对BC来说 分十五万 然后对A来说 分多少钱呢 他原来分过十万 这回再分的五万块钱 加上原来分的十万 都是十五万 这才是公平的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你对着这张图 把第六条 再稍微看一下 就可以了 有点印象 就可以上考场了 考前最后三天 别在这块下背了 再看第七个考点 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 肯定是三个型号 第一个问题 分组表决 前面讲过 出的人组 对于重量计划草案中 涉及出的人 权益调整事项的表决 经参与表决的出的人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的 即为该组 通过重量计划草案 是由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 这个规定 前面说过 跟人数有关系吗 跟人数没有关系 咱们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裁定受理 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申请前 在裁定受理之前 应当将相关材料 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 这个规定要清楚 比如唐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在裁定是否受理 某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申请前 应当将相关材料 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 谈到这个考点 2021年 才能考过一次 案例分析题 第三 行政许可 第一条 上市公司 冲着计划草案 涉及证券监管机构 行政许可事项的 什么意思呢 说假是一个上市公司 他破产重整 考的是破产重整 但是重整计划草案 有一项内容 涉及到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进行重大资产重赌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跟第七项内容 相结合 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两个特殊的 重大资产重赌 第一个是 借客上市 第二是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需要谁呢 中国证监会 需要审核 在这种情况下 受力案件的 中级人民法院 应当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 启动 与中国证监会的 会上机制 人民法院 应当参考 专家咨询意见 做出 是否批准 重赌计划草案的裁定 但第二点 他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 重赌计划之后 重赌计划内容 设计 证券监管机构 并购重赌 行账许可 事项的上市公司 应该按照相关规定 旅行 行账许可 核准程序 上市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核准 重赌计划草案 提交 出的人都表决 且经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后 上市公司 无需 再行召开 股东大会 可以直接 向证券 监管机构 提交 出的人都表决结果 及人民法院 裁定书 以申请 并购重赌计可 他不用再召开 股东大会了 因为前边 表决的时候 已经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十以上通过了 所以他是无需 再行召开 股东大会 再看第八个考得 和解制度 这个考得 三个型号 或者两个型号 上基础班 听过一下 听过一遍就可以 考前不用摇头去背了 但是你得先听课 听的时候 需要搞清什么呢 重整跟和解 哪些相同 区别在什么地方 向第一个 和解申请 在发生破产原因时 这个债务人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申请和解 也可以在人民法院 收立破产申请后 宣告债务人 破产之前 向人民法院 申请和解 咱们前面讲 重整的时候 曾经讲过 大家需要清楚 不管是直接申请 还是在人民法院 开枪之前 申请 谁可以申请呢 仅限于债务人 仅限于债务人 包括债务人 大于等于10%的股东吗 不包括 仅限于债务人 这谁可以申请 再第二个 和解协议的通过 首先 前面讲 重整的时候 它需要 分组表决 4加1 正常情况 4个小组 如果重整计划草案 涉及到 出的人 权益调整 再增加一个 出的人组 它是分组表决 但是和解协议 谈不上 分组表决的问题 我们先看 债务人会议 通过 通过的时候 它用的是 二分之一 加上 这个三分之二 这个人数呢 是出级会议的 有表决权的 债务人 过半数通过 并且 其所代表的债务额 占到 无财战担保 债务总额 三分之以上 表示债务人会议通过 经表决的时候 谁没有表决权呢 对破产企业的 特定财产 先要担保权的债务人 如果不放弃 优先权 对两个事项 没有表决权 第一个 和解 然后第二个呢 破产财产的 分配法案 对这两个事项 没有表决权 再看第二个 债务人会议 通过和解协议的 由人民法院 裁定认可 而不是批准 前面讲 重整是经人民法院批准 但这一块 是由人民法院 裁定认可 终止和解协议 并预议公告 和解协议草案 经债务人会议 表决 未获得通过 或者 已经债务人会议 通过的和解协议 未获得人民法院认可的 人民法院 也能采定 终止和解协议 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我们看一下 表8到5 大家盯住 三个类型 先看第一种情况 说 债务人会议通过 这是绿灯 人民法院 也认可 绿灯 两个都是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 和解程序 终止 然后执行 就可以 但第二种情况 债务人会议 绿灯 人民法院 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和解程序 终止 宣告他破产 经过破产 清算 就可以 不能刀下留人了 然后第三种情况 说债务人会议 这块就是红灯 没有通过 人民法院 谈不上 强制批准的问题 法院闭嘴 和解程序 终止 并宣告 这要人破产 经过破产 清算 就可以 注意跟前面讲 那个重整 它的区别 在第三 和解协议的效率 案第一条 经人民法院 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 对债务人 和群体 债权人 具有约束力 对吗 是群体债权人吗 是群体 和解 债权人 什么意思呢 它对 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有约束力 对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没有约束力 所以什么叫和解债权人呢 指的是那些 无财产担保的酷孩子 对他有约束力 但第二条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他不受和解协议的约束 该债权人 自人民法院 采定和解制起 就可以行使 担保误权 他在和解程序中 不受约束 第三 按照和解协议 减免的债务 则和解协议 执行完毕事情 债务人 不再承担 经常责任 第四 和解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 连带债务人 所向的权利 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 先说过 不管是重整 还是和解 不管怎么打折 保证人 他的保证责任 不打折 这个规定 就要搞清楚 我们再画一个图 看一下 这个重整 跟和解 他的这个区别 这样第一问题 对这个债务人 是否有约束力 都有约束力 就指的是 按照重整 或者和解 规定的条件 保证签之后 债务人就不再承担 经常责任 对债务人 有约束力 然后第二问题 对保证人 怎么去处理呢 不管是重整 还是和解 这个保证责任 打折磨 它是不打折 这是不打折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债权人 债权人的问题 需要分清 有担保 还是无担保 这个重整的话呢 是对全体债权人 均有约束力 不管是有担保 还是无担保 都有约束力 当然和解的话呢 有担保的债权人 他不受和解 期的约束 无担保的 这个受约束 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前四条 然后看一下 第五条 和解债权人 依照规定 申保债权的 可以继续申保债权 但在和解协议 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利 在和解协议 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 和解协议 规定的前程条件 行使权利 跟前面讲 重整 基本类似的 再问第六条 债务人 不能执行 或者不执行 和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 经和解债权人请求 应当采定 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 并宣告 债务人破产 跟重整 基本一致 然后第七条 人民法院 裁定终止 和解协议执行的 和解债权人 在和解协议中 做出的 债权调整的承诺 失去效率 但债务人 为和解协议的执行 提供的担保 继续有效 和解债权人 因执行和解协议 所受的清查 仍然有效 不予退回 和解债权 未受清查的部分 作为破产债权 在和解协议执行中 应接受清查的 债权人 只有在 其他债权人 同期 原债权所受的 和解清查 达到同一比例时 才能继续接受 破产分配 看到这 跟前面讲 重整 那个规定 基本是一致的 特殊的 在什么地方 特殊的就在于 和解协议 紧对 和解债权人 有约束力 有财战担保的债权人 不受和解协议的约束 把这个特殊的规定 搞清 然后其他规定 基本是一致的 讲到这 和解跟重整的问题 我们就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